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在高雄这个地方 当然大家也开始讨论起说 有没有人要来挑战陈奇迈的 因为现在其实 这个刚刚亮哥在广告的时候都讲 高雄真的是感觉到这个疫情的 这个紧张的氛围 刚刚我们在上一段也有讲到说 这个饮水人导致 现在整个高雄港 现在让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还有40艘船都有接触过 有些船都已经驶离高雄 不知道该后续怎么样疫调 所以看起来这个高雄的疫情 也恐怕也会像是这个桃园 这个郑文灿受到桃园疫情重创 会不会也重创到这个陈奇迈呢 当然我们先来看一下 恐怕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疫情 就要开始出来洗一些风向了 我们看陈子瑜 他就在这边讲说 有一种恶叫做市长觉得你恶 他就讲说这个陈奇迈 虽然会给人一种距离感 但是他对他的关心 对人的关心 不是一般政治人物 也不是一般人会用的方式 而是非常的迂回隐晦 有一种耍哭不详 被你发现的感觉 有一种像是那种阿嬷觉得你恶的感觉 你需要想成这个样子吗 就是新年的奇闻 大家奇闻共赏一下 反正就是很暖 阿嬷觉得你饿 阿嬷要为你吃个东西 然后被转发到PTT上面 大家就虚报了 大家就讲说 现在还催他中央防疫 现在高雄是怎么了 不想被发现 结果都上新闻 这句话是在说什么 因为他有点耍哭不想被发现的感觉 结果这么低调 低调到还会上新闻 还会被转发 所以大家在那边讲说 歌功颂德的报道真无言 所以大家觉得 现在是不是因为疫情 赶快要造神一下 赶快让大家感受一下 它的温暖 有一种恶叫做 阿嬷觉得你恶 可是我们也看到这几天 其实你在灯会这件事情 也有很多的讨论 大家对于这一个 躺在这一边的艺术 大家想说这是什么 还有人就是揶揄说 怎么感觉像一个尸体 这个是在这个 很多的粉砖上面 大家这样子转发 不是我讲的 不要来出征我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 你可以看到陈其迈也好 或是一些绿营人士 会去出征韩国瑜 他们说 韩国瑜执政高雄灯会 这个观音曝光 像是法会 那你看看现在这一个 魏武营灯会 这叫做艺术吗 很多人看完觉得说 这过年看到 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吉利 的感觉 怎么有一种好像 办什么事情的这种感觉 还有这边我们看一下 也是有让人 无法理解的质感 就是很多人都看到这个 都是傻眼的感觉 那可是现在陈其迈好 反正不管怎么做 还是可以稳稳的当选吗 我们看到现在蓝营这边 已经推出人选的似的 因为罗志强在这个过年期间 也是蛮多动作 他是宣布不参选 不竞选连任 所以很多人在转发 他说也许等着我的是失业 一个人走 因为他现在开始 要从明天开始 走400公里 但是终点站 很奇妙 选在高雄 所以有人在讲说 是不是在铺排着一种 铺排着一种 可能要去高雄这边 来挑战市长位置呢 是不是说不连任 不竞选连任 但是有可能会去高雄呢 我们看到林传媒这边 最新的一个讲法是讲说 朱立伦 高雄市长的口袋名单曝光 包含了谁呢 包含了罗志强 包含了高金素媒 也包含了高雄市议员黄绍婷 但是就有人在说 这个其实国民党看看 现在真的是推不出人 来选高雄了吗 你看同年纪的这个 林佳龙 郑文燦 他们当过多少的职务 可是罗志强连立委 都还没有当过 可见国民党这个接棒的速度 真的是落后了好几个时段 还不止蓝营这样如此 其实还有一个挑战者 是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在去年9月的时候 有召集媒体来一个参训 当时据说在参会上面 就有提到说 有可能要去挑战高雄的 这一件事情 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赢吗 恐怕也不是 因为很多人是觉得 他这样喊出来 恐怕是要炒热这个气氛的 这个氛围比较浓 因为他才有这个话题性 可以带动整个民众党的 这个2022的选情 他可能也不在目的在影 目的在整个北中南串联起来 带动这样子的声势 是这样子看的吗 我们先问一下亮哥 事实上去年10月13号 东森他对陈其脉 跟几个可能的选手 都做过民调 如果是一对一 陈其脉全部都超过50% 他对张晓中56比23 然后对李世川是54比32 如果是对柯文哲是50比31 全胜 可是没有高筋 对 那是后来才传出来了 我现在是讲去年10月 所以他真的很强 我说实在 因为你看可怜的蒋万安道 现在我还没看过 他民调超过五成 对不对 所以陈其脉是真的很强 就是一个候选人 他民调如果 一开始就超过五成 当年马英九也是这样 马英九打败他别人 他民调一开始他就超过五成 阿兵也做得非常好 他事实上认为他做得 好了七成以上 可是还是不抵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那时候 是最强的时候 所以这个所谓强不强 是相对候选人是谁 所以现在的陈其脉 就像当年的马英九一般强 不 我不敢这样类比 我只能说陈其脉真的很强 陈其脉有比侯友宜强吗 没有 也不用这样类比 都不等 你像侯友宜去很高雄 我是说至少 我们现在看到的 去年传出来了像柯文哲 柯文哲当过台北市长 你去高雄 对不对 50.7比31 对不对 张亚中那时候是刚要崛起的时候 选完党主席 选党主席 然后李世川传很久了 李世川是比较低调 对 那韩国瑜的时候他当副市长 很多人就说他是实实在在在做事 很多人对他也有好感 比如说我住在小港 我家长小港很多马路是他补好的 所以我们对他印象也不错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陈其脉的贝斯太大了 这个就是贝斯的问题 就是国民党在高雄的政党支持度 实在是太低了 然后他40岁以下的支持度 实在是太低了 这个就不是候选人的问题了 因为通常我们说构成一个人的总支持度 有个人因素就候选人 另外就是政党 第三个就是你的政策 你有没有什么政策特别吸引人 政策我们现在不敢比 因为现在也看不清楚 可是政党跟候选人就非常明显 就是陈其脉真的很强 然后民进党在高雄市真的很强 所以你说不可能再出现下一个 韩国瑜挑战成功的那种感觉 不 这个我不知道 至少这三个难度很高 因为高金是新传出来的 高金在四大公投的时候 他确实在高雄有做一些活动 支持度也满不错的 可是就是那个是针对四大公投议题 你现在是要对上陈其脉 陈其脉算是很强的候选人 就是这样 好 我们来问一下上大哥 我觉得 我觉得里面的候选人 当然还是高金比较强一点 还是高金会比较强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战斗篮内部里面 有一部分人是支持高金树媒的 高雄有一部分的人 是支持高金树媒的 而且还是派系里面重要的人 比较浅向支持高金树媒 当然在这里面 黄绍廷跟罗志强 其实他们在高雄的恩恩怨怨 导致于他们不可能太强 包括罗志强都不会强 一个台北市议员到高雄是选市长 高雄市议会的国民党的议员里面 吞得下这一口气吗 我觉得吞不下去了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高雄市议会里面还有很多人 都还记得马英九罗志强 所惹出来的恩恩怨怨 所以罗志强要去高雄选 我觉得如果他自认强他就去吧 因为选完就知道他有多弱 那少庭是当然是在地的议员 在地的议员 不过就是基本上在高雄市长补选 跟议长补选这一站 其实市议会里面 其实是蛮分裂的 当时蛮分裂的 那少庭某种程度上 是在分裂的一边 对立 大家有对立面的一边 所以要整合上面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点困难 当初在补选的时候 补选将其成的时候 在的时候韩国瑜罢免完以后 补选提了李梅珍 那时候传出来要提李梅珍的时候 其实黄绍廷当时就有 向党中央表达参与补选的意愿 市长补选的意愿 黄绍廷有他个人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当然要挑战陈其迈的空间 相对会比较小一点 那刚才亮哥说 侯友宜到高雄的话 就不是这样 那你叫陈其迈来新北看看 这是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两个地方都是寻求连任的 然后你说你那 假设性的问题 假设性 那你干脆叫陈其迈来新北 比看看 所以我觉得当然 各自连任的过程当中 连任者的优势本来就存在 你说刚才说蒋万安 蒋万安是挑战者 跟陈其迈连任者 那个角色不一样 那个民调要类比的 拿来类比 我觉得也难以类比 那挑战过程当中 我觉得高金素媒的爆发力 跟他的口才 跟他的性别 其实打下去 我觉得高雄是满有看头 至于说柯文哲 我觉得柯文哲下去 如果选高雄的话 他会形成一个状态 叫做政治骗局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下去签户籍 签下去的时候 四个月如果你 四个月你 台北市长要上市资格 有一种情况 就是投票日前20天 要公告候选人 公告完了以后 你把户籍签回来 不影响你候选人资格 但是你可以签回来 又不影响你市长资格 但是出现一件事 台北市民跑去高雄市选市长 这合理吗 高雄市民只要问你一句话 你是哪里的市民 结果你户籍签回去了 你说你是高雄市民 我台北市民 那你来干嘛 台北市又认为你被判 其实某种程度上 在政治上面 在法律上面 是可以做得到 投机 是做得到 因为地制法 跟选举罢免法里面 静和上面有一些问题 空间做得到 但是你从政治上面来说 这叫骗局 为什么林志坚 为什么后面 什么林佑昌 什么民进党规划里面说 可能来什么桃园选 什么后面 为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就卡在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要搞政治骗局 因为你避免你的新竹市 比如林志坚到桃园 你避免你的新竹市长 被撤职 所以你公告完以后牵回去 桃园问你一句话 你现在是哪里的市民 我新竹市民 那你现在来这边干什么 所以你说柯文哲下去是带动 还是会变成一个笑话 政治上的骗局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 现任的市长要到其他地区去选 其他的行政首长 他基本上在法律上 地制法选报法里面的规定 有漏洞 但是政治上做不到 因为他会变成一个骗局 所以我觉得现在讨论 柯文哲去高雄选 我觉得如果民众党自己想清楚 这是一个骗局 当然不会这样干 如果说是硬是要这样干的话 对民众党一定是好事吗 未必 他如果为了黄珊珊好 他就先辞 让黄珊珊代理 好像也可以 代理是中央决定 不是市长决定 好不好 好 我们来问一下坚哥 或者是要半年 柯文哲如果下去选高雄选 非常的危险 刚才阿亮说50比31 其实如果他真选 选出来31 大概是现在预估最高 一定会更低 会低到搞不好个位数 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来 柯文哲严于台湾价值 他动不动把台湾价值 拿出来开玩笑来欺负 所以高雄民众一定会在这一点上面 在选票上对他施以惩罚 会讨回一个公道 那罗志强 其实精神可佳 意志力坚定 但是如果他去高雄选 我觉得这像是飞蛾铺火 我以同事 大家毕竟好歹在议会同事 他在议会表现很好 我是规劝他 其实在台北市继续效力 这才是 我认为对他个人政治选择 才是对的 至于说陈其邁他确实很僵 而且我认为陈其邁 会对于那些动不动这样 看起来像是要来这样造神的言论 他其实非常的 他一定是非常厌恶跟反对 尤其要参选市议员 要有基本的格调 讲那样子 我觉得那些话不伦不类 那陈其邁认为你照说为高雄市好 为陈其邁好 应该是来帮忙 比方说对市政有什么建言 尤其他要参选议员 应该讲这些方面的事情 来帮忙不是来帮贤的 我希望说那要选议员 他凭自己的实力去打拼 不要说依附在要怎样去吹捧市长 用这种方式 但是当事人市长都已经会厌恶了 我希望这样的言论不要再出现 要有基本的格调 要不然你要参选什么议员 所以不要为了自己的选举来蹭声量